参数台风逐渐逼近台湾本岛 南投新一乡地区也严正以待 除了确实做好防台工作 也提醒须下山拿药的长者 紧速安排情有协助 并做好支援盘点等 希望将灾害降至最低 我们的储备粮我们有做盘点 米的部分 罐头的部分 还有一些小孩子食用的东西 老人东西我们都有做盘点 随时要做一个回报 我们会去巡防 看哪里有灾情 通报 然后协助疏散 有立即的危险的话 我们会协助疏散 上个月乡内遭到卢壁台风 带来的雨势影响 除了许多连外道路摊坊 甚至也发生边坡土石滑落 垂毁民宅 因此 公所也在11号下午成立 一级开设应变中心 期盼在第一时间做好应变措施 这次针对这些部分 也已经请乡公所的开口契约 这些的厂商能够提前进驻 尤其是在东浦村 同富村 以及神木村的部分 我们会在今天5点 请开口契约的厂商 将一些大型的机具 能够进驻完毕 来做一个预防性的防范 而乡内观光景点 大多位在山区 公所也提醒防台期间站屋前往 并随时关注天气状况 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原是新闻 混迪南投信义采访报道